一命二运三风水 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 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食众富贵口 在面向学中嘴巴的地位举足轻重 所以看嘴巴也是项学的一大重点 面向学中关于嘴巴的介绍也有不少 例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嘴大吃四方 就是用来形容嘴巴比较大的人 还有口阔宽泉出将入相等等 那么你知道什么样的嘴型的人最有福 什么样嘴型的人命最苦吗 下面小酱汁就为酱友们简单的介绍几种 比较有福气以及比较命苦的嘴型 酱友们可以参考了解一下 1.比较富贵有福的嘴型 1.牛口 牛口的重要特征便是双唇长得较为丰满厚实 这种唇型的人大多心胸开阔 性情宽厚 带人比较的随和 包容性比较强 虽然表面看上去人比较的粗犷 但实际上是粗中有细 心思非常的细腻 洞察和辨别能力非常的强 做事也比较的踏实 以身顺利 家境比较的富裕 2.喉口 喉口的重要特征便是双唇细长 嘴巴前戳 人中较为深陷 这种口型的人一般家境比较富裕 在为人处事方面非常的大方 一点也不小气吝啬 所以人缘往往比较好 属于难得的富贵吉祥 但是这种喉口的人一般喜欢撒谎 不知道哪句话是真 哪句话是假 容易让人对他们不信任 3.四字口 四字口是生活中属于一种比较常见的唇形 这种嘴型的主要特征便是嘴型方正 两侧的嘴角比较齐 且略微上扬起 嘴角部位长得较为饱满光润 这种嘴型的人一般头脑非常的聪明 学习能力比较强 而且很重视信用 做事也比较实在 待人非常的真诚 善于利用自身的优点和长处 容易获得不错的地位和发展 一生顺利 4.虎口 虎口的重要特征便是嘴型长得宽大而丰厚 嘴唇丰满有肉感 这种唇形的人一般内心比较的正直 德行很好 待人处事方面也比较的直爽 有什么说什么 不喜欢藏之夜整 做事光明磊落 很有气度 不喜欢斤斤计较 而且重情重义 人缘非常的好 身边朋友较多 遇事有人帮 积累财富的能力比较强 5.养月口 所谓的养月口 指的是口型上长得如上弦院一般 唇色红润 牙齿洁白 从嘴唇的中央向两侧微微下拉 但到嘴角位置又开始上扬 这种唇形的人 一般心态非常的乐观豁达 而且很有文采和才华 遇事不慌乱 很有自信心 善于表现自己 以生富贵 容易发达 6.樱桃口 所谓的樱桃口 大多鉴于女性 这种嘴形的主要特征 便是唇薄而嘴小 唇色红润 有光泽 看上去非常的美丽 也很有魅力 又不失妆正 若是牙齿长得紧密 而整齐的话 这种人一般很有能力和才华 性格方面也比较的温柔内敛 给人一种小巧可爱之感 容易激起他人的保护欲 但做事非常的坚持 容易得到长辈和异性的喜爱 有变富贵的潜质 6.龙口 龙口在相学中 是所有口型中最好的一种嘴形 这种嘴形的主要特征 便是嘴形宽敞而厚实 且唇角饱满润泽 这种嘴形的人大多领导能力比较强 个人能力非常突出 而且自尊心非常的强 内心比较的高傲 不甘于人厚 野心和欲望比较强 懂得努力和奋斗 有着很强的管理和协调能力 处事公正而果断 容易赢得他人的幸福 一生必定大富大贵 8.方口 方口也是一种非常容易见到的口型 这种纯形的主要特征 便是唇形长得较为方正 而且牙齿紧密而洁白 笑起来时牙齿不外露 像书中有嘴形方 吃四方的说法 这种嘴形的人一般口服较好 做事积极而主动 很有活力 也比较的热心 学习东西特别快 往往容易得到领导的赏识和提拔 事业一直也是稳中有生 9.M型嘴唇 所谓的M型嘴唇就是我们所说的微笑唇 嘴唇性感有形 厚实丰满 而一般拥有这样嘴唇的人 脑子活泼 脾气性格好 遇到事情也能够积极乐观地面对 所以一般拥有这样唇形的人 大多数都能够过得非常的不错 事业发展顺利 家庭生活幸福美满 10.大嘴唇 在相学中一般拥有大嘴唇的人 个性随和有主见 在事业上遇到问题 也一定能够沉着冷静地思考 注定能够得到一番不错的额发展 而且这样的人 工作的能力也会非常的出众 早晚都能过上人上人的生活 事业发展顺利 不用担心日后会缺钱化 生活幸福美满 2.比较贫穷命苦的罪行 1.嘴角下垂 在相学中若是一个人的嘴唇明显地向下垂 则这样的人多半做事都没有章法 看待问题的看法非常的偏激 而且事业发展也会非常的不顺利 常常因为一点小的事情就会愁眉苦脸 在他们的眼里也只有利益 所以多半这样的人 天生的福气都会比较差 事业难以有大的成就 日子也会过得越来越辛苦 2.薄嘴唇 在相学中若是一个人的嘴唇长得非常的单薄 明起来就像是一条线一样 则这样的人多半拥有这样嘴型的人 天生比较薄情寡义 在他们的眼里只有钱 所以多半这样的人 常常容易与人发生口舌之症 很难拥有幸福的婚姻生活 闹得六亲不认 家人也会疏远 3.皱纹唇 所谓的皱纹唇就是指嘴角下垂 嘴唇薄且多皱纹 这类嘴型外观不好看 且还影响命理 一般有这样嘴型的人 天生就是孤独命 天生喜欢老路奔波 受不住彩运 说话尖酸刻薄 非常的不招别人的喜欢 与自己的家人关系也不好 甚至还会因为经济问题 闹得身边连一个亲人都没有 4.吹火口 所谓的吹火口就是指嘴角向下垂 嘴巴不能够很好的合拢 乍一看就像是向外吹气一样 而一般有这样面向的人 整日喜欢在背后说别人的八卦 整日像个大喇叭一样 命中煮孤独 把身边亲近的人都给得罪光了 长期以往对自己面部的其他部位 也会有非常不利的影响 面带穷相 5.嘴巴尖小 如果一个人的嘴巴长得尖小而前凸 嘴唇外翻何不拢 这种嘴唇在象雪中称为吹火口 这种嘴像的人大多性情较为尖酸刻薄 说话刚直不留情面 经常伤害到他人而不自知 性格也非常的急躁 好生心特别强 就见不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 什么都要与他人争 而且得理不饶人 经常容易得罪人 人缘非常的差 早年孤苦无依靠 中年受阻孕难开 晚年短受长孤品 一生财运破败 6.嘴尖唇反 如果一个人的嘴巴长得较尖 且嘴唇相反而长的话 这种人大多性格非常的孤傲 自视甚高 总觉得自己非常的了不起 别人都不如自己 也不善于沟通 非常的不合群 不适合在一起共事或合作 而且斗争之心非常强 经常容易与他人发生冲突和矛盾 树敌很多 给自己招热来很多的麻烦和祸端 这种人与他人的关系容易失和 是注定不能够作为事业伙伴的 7.嘴大无棱 如果一个人的嘴巴长得较大 但是却没有棱叫的话 这种人一般性格开朗 带人随和 朋友缘非常的好 但是投机心理非常重 不喜欢受到拘束和管制 喜欢做一些自由性比较强的职业 做事不够踏实 而且生性比较放纵 贪图享乐 虽然赚钱能力比较强 但是也特别的能花钱 聚才能力比较差 有多少花多少 存不住钱 总的来说 嘴巴饱满有肉 棱角分明为极象 一生不愁吃穿 相反 若是过肩过小 或者有乱文遏制 则是破败之相 容易招惹小人是非 大家不妨在现实中多留意看看 小姜之讲的是否正确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姜之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姜之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